今天当头我是维尔 最高的赵我是邱子 今天满行空我是鲁鲁 是的我们昨天还谈到拉斐兹 就有一些什么消息啊 贪污的消息 雪州政府贪污啊 要把它交给这个党高层吧 对 马上在今天就有另外一个新闻说 这个人民共产党的总秘书 也好像是应该没提出副主席的 这个职位拉斐兹 在今晚在昨晚 就向这个党主席提交雪州政府的 这个证据的时候呢 就传出了 他有可能这个总秘书的职位会被撤换 对就有消息 鲁川的公正党今晚召开的这个政治局会 昨晚召开的这个政治局会议上 讨论是否要撤换拉斐兹的总秘书职 并从由伊斯兰党跳槽至公正党的 这个到北国会议员卡玛鲁 定惹化取而代之 这个不过这个卡玛鲁 卡玛鲁 卡玛鲁他昨日就在国会走廊上就表示说 自己刚从印尼成语国际研讨会回马 所以对于这个取代拉斐兹出任总统 秘书一直并不执行 当然要知道卡玛鲁加法呢 他本身是伊斯兰党的人 然后跳槽到公正党的 这个身份我们不能够忽略 然后传出这个消息来呢 就是为什么会这个拉斐兹 有可能会被撤换会不会是跟谈到这个雪州贪污的事情有关系呢 是人家散发的消息呢 还是说搞不好就是党内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些不是谣言 而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这个党内有这种想法 是哪一派的人呢 肯定应该不站在拉斐兹这一派吧 公正党现在已经是闹内红了 不是 阿兹米 阿兹米 一个派 然后这个一个派 拉斐兹是一个派 对拉斐兹是一个派 对于这一点来讲 问 询问这个政治局是否是可以策划这个拉斐兹 拉斐兹的这个总秘书长 指这个三书一四干达就有解释说 领袖是可以在会议上提出意见的 但最后决定前人在这个主席身上 所以是那个忘记 忘记他的选择 所以你刚才说分成两个派系 对不对 就分成是Rafizzi和阿兹米尔利 对吗 这两个派系是媒体这么写的 Rafizzi和阿兹米尔利 但实际上是Rafizzi对阿兹米尔利吗 还是 阿兹米尔利对万阿兹米尔 因为Rafizzi这边呢 他是跟万阿兹米尔是在同一个阵营的 之前啦 就是说 但这个Rafizzi背后的这个靠山呢 就是万阿兹米尔 所以你看这个又提到了这个副主席 你刚才说了嘛 对不对 就决定要不要撤掉Rafizzi的总秘书职位呢 是由万阿兹米尔来决定的 因为总秘书是他所委任的 然后呢 这个必须怎么说呢 他并不需要要征求到所有人的表决 只需要万阿兹米尔一句话 应该是只需要他一句话就马上可以撤掉了 但是现在就把这个球丢回给万阿兹米尔了 首先万阿兹米尔可能会问 这个万姐会问 为什么我要撤掉Rafizzi Rafizzi做了什么 犯了党章的事情吗 犯了党规的事情吗 如果没犯 为什么我要撤掉他 如果有犯 犯了什么东西 就变成犯了什么事情 就到那程度是需要撤掉这个党值的 所以这些可能会接着就是慢慢会慢慢浮出台面了 搞不好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 或者是真的是罪名 我也说不上来 因为毕竟这个消息是传出来说Rafizzi手头上掌握了一些雪州政府贪污的证据 还有性贿赂这个证据 而这证据怎么样呢 我们昨天也谈到了一个重点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不把交给反贪局 反而是交给党内去解决 这边就很多想象空间在里头了 想象空间 搞不好就是可能 你看我只是假设啊 这是乱说的 但是乱说的东西搞不好 可能会说说的一些有一些有一些有没有一些道理去分析 今天掌握了一些证据 那个这证据呢 我们现在说他有两个派系嘛 对不对 对 现在其中一个派系就掌握对方的一些证据 而这个就是对方的痛脚 但是这个在这明明对方还是窝到比较大的权力的 实际上你是占了上风的 哎我难得窝到你这个痛脚了 我是不是有条件可以跟你谈判某一些事情了 是吧那我为什么要交给交给外面去解决 我要交给外面解决的话 可能对我们整个党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甚至虽然说他这个交给外 我就交给外面解决会把你或者你这个弄死 但是弄死的话 同样整个党是受到牵连的 没有好处 我不如就私底下解决 那私底下解决 这个痛脚对你来说是可能非常严重的 会影响你的声誉等等 那我就有这个痛脚来威胁你 或者是来跟你谈我不说威胁就谈判某一些东西吧 好不好 那我就可以把你的势力削弱了 当然这些都是胡说八道了 你要相信就相信 因为我们都是在做一个推测而已 因为这是拼起来的问题吧 就毕竟他们也没有说什么原因啊 还是什么 然后也是一个模拟难可的一个说法 说辞 是啊 你看当这个又牵连到安华写信来给 要警惕他党员这个要小心跟敦马合作吧 对不对 然后就马上又拉菲斯就说有这样子的证据等等 我就直接联想 因为媒体这么写的话 就让我有更多的联想 这联想不知道是对还是受媒体引导 我很难说 如果有错的话是媒体的引导错误 但我想了太多了 这就是说这个贿赂会不会又是跟这个谁呢 另一个派系又和敦马的这个有关系呢 然后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就就就很多种联想吧 对吧 对 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 他们的派系他们的分级 分级 主要是在于 一个是相信安华所讲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觉得安华只是一个警告 所以他们在安华的这封信的看待的角度又不一样 然后再加上这补选呢 大家又不同的角度 对吧 对 大家又不一样的角度 Rafizzi又认为说 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做 但是Azmin Ali认为说 我应该这样子做 大家的意见又不一样 对 所以就更糟糕了 然后说到这个补选 可能来看一看这个补选的消息 他们去怎么去斗 他们去斗 斗了才算 补选比较重要 补选也比较重要 所以在补选这方面呢 成信党已经是希望 他们就不是说已经 他们是非常非常希望说 希望联盟能够让他们上阵的 就是说虽然说公正党 其实我之前也是有看到一则消息 就是说公正党虽然说 之前希望可以跟伊斯兰党谈 然后就伊斯兰党上阵一个 公正党上阵一个 这样对公正党来说比较理想 但我始终认为 这都是有私心的 如果说公正党将来谈 希望联盟上阵两个也是一样 我的感觉是一样 反正都是在打的 然后虽然说大家都强了 但现在没什么区别了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了 如果说这个大港的补选 现在还甚至行动党 都说了一个说法出来了 他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伊斯兰党上阵两个 那我们这边呢 如果是希望联盟 他没提到 他没提到希望联盟上阵 他们说法实际上是谁说的 好像是潘检伟吧 对不对 他在星期日寻访大港国会选区的时候 就和大港的选民啊 这些啊 可能或者行动党支部的一些基层领袖对话 然后这些基层说什么呢 他们说 如果 如果就是在被迫在国阵和伊斯兰党之间 做出选择的话 他们很有可能将投选国阵的候选人 这个说说了一件事情 我又让我搞不清楚了 你看啊 今天我们不是说伊斯兰党是肯定上阵了吗 我们不排除这个怀疑性 伊斯兰党肯定上阵了 国阵也一定两个都上阵了 肯定 希望联盟和这个 诚信党 诚信党就希望联盟里头了 对里头 会不会派人上呢 一定会吧 如果谈不妥 如果谈不妥 伊斯兰党已经肯定说 我不会放弃了 我一定两个都上 所以现在希望联盟是要让路 让伊斯兰党上去跟国政大而已吗 还是说 我无论如何也会派人出征 以我看这样的局势来看 希望联盟一定会派人出征 好 如果是一定会派人出征的话 为什么行动党会说这番话出来 是本身自己对伊党的不满吗 但是他为什么要投国阵 他不可以投给另外一个 他自己希望联盟里面的人吗 有没有觉得很搞笑 这个这样子的说法 是 换句话说 有一个可能性存在 还有一个可能性存在 就是说 他们可能还真的不上阵 如果 如果根据这个行动党的说法 是真的有这个可能性存在的话 就是说 可能真的希望联盟 还为了大局着想 不派人上阵 但是如果希望联盟还是同样的硬硬要和伊斯兰党和国阵来对抗的话 换句话说就是多角战 甚至三角战 那肯定我们很明显的就知道 他会分保反对派的这个选票的肯定会的 对肯定会 那如果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行动党 我想问问看 现在你会投国阵呢 还是会投希望联盟 还是会投伊斯兰党 不过这个潘监委就强调 哦 还破硬 西联必须在有关补选中就委派这个候选人上阵 以便支持西联的人民可以选择一个真正敢于抵制贪婪和腐败的国阵政府 好 那我又再问一个问题 可以真正抵制贪婪和腐败的国阵政府的只有希望联盟吗 伊斯兰党没有吗 换句话说你在怀疑伊斯兰党是不能抵制贪婪和腐败的 因为他们本身可能也是有这种问题 是这样一个意思吗 他已经很明确的讲了 他说伊党在上一届的大选背叛了选民 也埋葬了人民联盟 如何背叛选民和埋葬人民联盟呢 这个 可不会举出一些更明确的例子来 是不是说他们已经实行了伊斯兰刑事法 所以是背叛了人民呢 但是别忘了 这个伊斯兰刑事法当初 他们并没有完全说 我们不会实行伊斯兰刑事法 并没有这样子的 而当时他们合作的时候 只是说需要什么要福利国那些 但是这是你一厢情愿的一个说法 有没有一个怎么说呢 签署啊 联名签署 白紫黑 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当执政国 我们绝对不会 没有 都就是你在说 Mutual agreement 虽然说是可能在某个程度上是合法的 但是你要有证据啊 嗯 是吧 所以你在说完了这些东西都没什么意义的 然后再还有就是说 这个在在整个大港的补选里头呢 有很多的消息 我们还要必须再继续跟进了 那我们很快速的看一下 这个关于伊马公司的这个新闻 那在伊马公司的新闻发展到今天为止呢 已经国外的一些政府呢 也在插手其中了 那说到这个消息 可能马来西亚人非常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你看就是外国的政府 都已经在强烈的打击 为什么马来西亚政府没这么做 外国政府在做什么呢 我就说新加坡 新加坡已经开始在调 不是在开始调查 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 包括把这个瑞翼银行 在新加坡瑞翼银行呢 好像是他们要关闭了吧 对不对 暂时停业 所以包括里面的一些人呢 可能也会被提告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所采取的一些行动 你看我就说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看得很兴奋 因为我们又找到点 可以去攻击政府了 为什么是兴奋呢 不是觉得很丢脸吗 就是自己的东西 还要由别人去插手 如果丢脸的话 你就不提了 对吧 家丑不外扬 你丢脸你就不会去提 但是当你很高调去提的时候 这个你不会 你不是觉得丢脸 你多少带有一定兴奋和争抗训的程度 你就说 好啊 我终于找到一个点 我又可以来这个可以来骂这个我们的执政单位了 为什么你看人家新加坡对这个YMDB多么的这个严厉去调查 马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银行关了 而且提供谁谁谁谁 所以请问马来西亚政府你提供了认哪一个人和YMDB有关系的吗 你看这个是一种说法了吧 那就可以质问 但这种质问也不容易回答 老实说 是吧 你不容易回答 你真的会去想 哎 新加坡政府做了这个事情 为什么马来西亚政府没做呢 不会觉得 不会觉得马来西亚政府没做 可是又基本上 马来西亚人民都会认为是马来西亚政府在保庇 对啊 可能就这种想法 一个在查一个在收 不会觉得你在没做是反而觉得你在保庇 然后又觉得 哎 政府你看又做了这些事情了 对啊 所以我就说 肮脏 就是这个新闻看起来就会让很多马来西亚人很兴奋 对啊 他们就讲肮脏 我错 就像我讲的嘛 我就说这个贪污的政府 所以我们更必须要选择 让希望联盟出来 希望联盟现在在考虑的 不知道要不要出来 是啊 很难说 但还有 但我们也希望说有看到更多关于MDB的一些新闻 就是有一些调查 有一些进展 或者有一些人被提供 或者最好有一些人也不能说看到有些人被提供就高兴了 应该说看到这件事情水落石出 对 我们比较相信的是真相的大白 对 对 对